在北京时间5月8日清晨 以美国为首的百岳 悍然使用导弹 袭击了我国驻南斯大夫联盟共和国大使馆 造成我人员伤亡 管舍严重回快 这一违背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罪恶行径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中国政府当天上午发表了严正声明 严厉谴责以美国为首的百岳的野蛮暴行 要求百岳必须对此承担全部责任 中央还决定 由外交部紧急跃见了美国驻华大使 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和谴责 以美国为首的百岳的野蛮行径 采取一些措施 抢救伤员 立即派专机前往布亚格莱德 击回我有关人员 我国政府还在声明中 郑重表示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所有这些都表达了全中国人民 维护国家主权 坚持正义 反对侵略的共同心愿 再次我代表党中央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全体工作人员 表示诚挚的问候 对死难的历史 表示生气的哀悼 对他们的家属和受伤人员 表示亲戚的慰问 从昨天开始 全国各地的广大群众 纷纷举行座谈 集会 发抗议信和抗议店 等各种活动 拥护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 强力谴责以美国为首的百约的野蛮行径 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沈阳 等一些城市的学生和群众 还在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附近 举行了 示威游行 这一切都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 对于美国为首的百约 袭击我 渡南使馆暴行的 极大愤慨和强力的爱国热情 中国政府 坚决支持 依法保护 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 我们相信 广大人民群众 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 自觉维护大局 使这些活动 依法 有序的进行 要防止 出现过激行为 警惕有人 借机扰乱 正常的社会之举 坚决确保 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 坚定不移地 奉行 独立 自主 和平的外交政策 坚定不移地 维护国家主权 和民主尊严 坚决反对 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 我们要坚持 改革开放 依据有关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准则 依据 我国的有关法律 保护 外国驻华的 外交机构 和人员 保护 外国侨民 和来华从事经贸 教育 文化 等活动的人员 充分体现 中华民族的 优良文明传统 中国人民 是坚持正义 爱好和平的人 我们愿意 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相互支持 加强合作 为促进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而共同努力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 以江泽民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邓小平理论 伟大旗帜 振奋精神 团结一致 把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 全面推向 二十一世纪